专业和非专业的时候 就表示什么 你们以为你们工作变轻松了 很好 更多的人进来 接着呢 你们工作会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被取代 我说我之前在工会 我曾经跟一个客运业的工会的理事长 我问他说 你们这个司机业务会不会有一天被外包啊 不会 我们是核心业务 你放心好了 一个客运公司没有司机开 这怎么开啊 我听到很有道理 后来几个月以后我发现 高雄市公车的司机业务就被外包了 你知道台湾的外劳政策是怎么回事吗 最早脏的 苦的 没有人要做的工作 我们就说让外劳来做吧 是不是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叫什么 叫做补充性的劳动力 跟你们现在像不像 翻身好辛苦啊 拔石把尿针辛苦啊 这些肉质让他们来做吧 这是补充性的劳动力 当你们开始觉得不错啊 我的工作好像越来越专业了 工作越来越少了 其实是不是会变少都不一定 你就发现哎 这些所谓补充性的劳动力 就会逐渐变成什么 替代性的劳动力 他就会开始替代你 所以到底专业或非专业是什么 好另外前面有在上一堂课 有在提的 提高健保给付的护理费的这个部分 我们基层护理工会的朋友 他们经过讨论 他们觉得他们反对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立场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明明知道很可能护理费提高了 薪水比较有可能被提高 但是他们拒绝 他们的意思是说 既然医院赚了这么多的钱 你知道台北市有一家星光医院 星光医院之前的前身是什么 星光纺织厂 星光纺织厂的老板 星光的吴家当初就是觉得 我开医院比开工厂赚钱 他把工厂关掉 欠了工人之前配特休金 然后来改开医院 现在星光已经都还开自费的 旁边的分院去 我们的护理人员说 医疗院所这样子赚钱 为什么还要一直跟健保拿钱 健保的钱是谁来的 各位难道你们以为是马英九赚的吗 当然不是啊 是你们纳税人拿出来的钱 所以他们是拒绝这样子的 好这个前面都有讲 到底医院里面的人事经费 跟他的财务报表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现在看起来都是一个黑盒子 好那怎么办 对我们来讲 对我在协助基屋部 基层护理工会 以及基层护理工会来讲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 第一个 我觉得我们要的是参与决策 不是只是去提参考建议 这是刚刚为什么说 卫生署的会 不想去看 因为大家也很担心 我去看了会会 出来不归人 被人家认为我在背书 因为进去根本没有办法 发挥一个实质的决定的作用 听懂这意思吗 他一个十几二十人的专家会议 只有你们一个小护士的代表 坐在那里 你讲完你的辛苦 你吐完了你的补水 那你觉得到底 卫生署能够改变到多少 第二个 不能够只谈自己的权益 要能够跟病人一起来突破这种现实 这个也是前面宜君在说的 第三个是我们刚刚都在提的 我们的专业化已经逐渐被这种市场的医疗 医疗的市场走向和机器这种分割了 希望我们自己的专业自主权能够再发展回来 好 接着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基层护理工会 他们下午应该会有人来 他们早上因为自己还在讨论 他们内部的工会的成立的章程 这个工事不是工家的工 是工人的工 很清楚他们认识自己是一个劳动者 要靠一个团结的力量来争取他们的权益 那这个是他们的几个想法 第一个 他们希望自己是有个行动力的 不是只是嘴巴讲讲 所以比如说他们今年去了四次 发动了四波的抗议行动 第二个要有一个基层的参与 我们几次来讲护理人员的问题 现场就会有人说 我真希望我的护理部长官在这边 可以听到这些 这是没错 我们希望他更了解我们 但是我还是要问 他真的不了解吗 我认为越基层的越了解 但他没办法 说真的 他人就这么多 你叫他怎么排 他等于我觉得那个越基层 他其实是被越夹击 这样三明治疑被夹击 那你说他到底能够有多少权力来改变 比如说如果阿长真的知道了 然后当然有人说 以后工会成立了 我凡事就交给理事长决定 抱歉 这个工会不要这个 如果要这个 那我们就一起来参加现在的工会就好了 听懂这意思吗 现在的公司的工就是因为我们的护理人员都不管他们 所以就让他们越来越脱离我们基层 好 受害者或行动者 有非常多的护理人员在工会的粉丝页上问问题 对基层护理工会来讲也开始在思考 我到底是要帮一百个人来争取这些违约金的 还是我要培养十个行动者 我觉得工会要的是后面 也就是说我教你怎么争取违约金 我希望你以后跟我一起来争取 而且你可以协助别人 听懂这意思吗 这样子武器和知识的力量才会回到各位身上 而不是只有掌握在少数人身上 那第四个我觉得 都是组织上会碰到很大的一个难题 我们要一千个给我们按赞的人 还是我们要一百个有实质关系在发展的会员 听懂这差别吧 你们一定会说当然要一百个会员 问题是当你发现一百个会员真难的时候 怎么办你会不会说 我们就让多一点人来知道我们就好了 这个我觉得都是现在基层护理工会在碰到的 组织上的在想在思考的 那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 基层护理工会 他强调的是他是一个一群的基层的护理人员组成的 那他们也是自己也看到自己是一个纳税的公民 所以要对健保制度对政策发声 好 那最后几个片子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工会过去筹备 其实是花了一些力气在做 由下而上的民主的建立的工作 比如说他们各区开了好几次的筹备会 有工作坊等等的 那有几次的行动 最近他们紧锣密鼓的都在讨论工会的章程 工会的章程就是关系到这个工会 未来要长成一个什么样子 那预计在11月4号会成定 那我觉得他们当然是很清楚的面对到了 现在的公司的工那个根本就是不符合 基层的物身和基层的需要的 而且其实只是铺了台子 让越来越多的大佬上到那个位置 然后拿到自己的一些政治利益 可是实际上跟基层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 所以为什么这群人会出来搞这件事情 好 那如果现场有朋友想要加入的话 就自己上他们的粉丝页跟他们留 让他们联络你 然后他们工会的会员的资格讨论过 像小卓这种离开的都可以 也就是说他没有觉得你一定是要限职护士才可以 你有受过护理教育 有拿过证书的都可以 这两种人都可以 那但是他们希望是精神的物理人员 好 以上我做简单的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